黃女士如果還記得她過去這位長官宋淑儀先生 如果她還心裡面還記得這位老長官的話 那這位老長官宋淑儀先生曾經講過一句名言 叫做人在做天在看 希望她現在有了新的老闆之後 也能想想看過去的長官對她的提拔跟扶持 以及教導她的很多做人重要的道理 再去做一次所謂的民調專家 然後同時直播給大家來檢驗 只是把彼此的真點再一次放大到媒體 讓我們的支持者更多的紛爭 那我們也看不出對雙方的合作會有什麼幫助 我們這是一個公平的比賽 那這個公平性並不是用協商可以喬出來的 最後喬出來之後如果沒有贏 保送了賴清德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今天是率領兩位民調專家來召開記者會 為了就是要回應國民黨侯友宜她所說 希望可以派出兩位民調專家在今天公開直播的方式 重新來審視九份民調結果來做出最後的結論 今天黃珊珊她也說了 她說其實這九份再怎麼樣去看都不會改變結果 意思就是他們覺得沒有這九份檢視的必要 來看一下黃珊珊她的最新說法 再去做一次所謂的民調專家 然後同時直播給大家來檢驗 只是把彼此的真點再一次放大到媒體 讓我們的支持者更多的紛爭 那我們也看不出對雙方的合作會有什麼幫助 如果要重新討論就要有相當的共識 也就是說對於這些民調的相關的比較的方式 大家都沒有共識 只是在做一次讓支持者更困擾的直播或辯論 這可能並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們的核心目標是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不是彼此互打 對許多選民來說 整合的過程可能比結果還要重要 必須說服大家的支持者 我們這是一個公平的比賽 那這個公平性並不是用協商可以喬出來的 最後喬出來之後如果沒有贏 保送了賴清德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順應民意 否則我們會被民意淘汰 好但是當天確實這個民調專家 他們在當天與會的時候是有說 因為他們在裡面 對其中三份的民調是有意義的 而且其實在最後 這六份的民調大家也是沒有共識 所以他們是說到時候是擇日再來談 或者是隔天再談 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是不是會給出一個期限 到底要什麼時候 是不是今天或者是明天 還要繼續來審視這個民調 來平禮拜五可以順利的去登記 現在黃珊珊是說 他們要等今天侯友宜陣營 有沒有最新回應再說 但是在今天其實民調專家 當天來參與民調檢視的專家也說了 他們談到了所謂讓6%這個 他們就舉出其中一份民調來說 他說這一份民調其實這樣子算一算 其實國民黨就是用 柯文哲讓了6%這樣子來算 所以有沒有這個讓6%的情況 就是其實從這些民調來看 其實就已經很清楚了 而今天雖然民調跟國民黨這邊整合 還是僵持不下 但黃珊珊她也重申 今天她一定會去幫柯文哲領表 以上是現場中心情形